不同之前的閉門會議 新聞局拜訪全協是開放的 吸引到大批傳媒採訪 全協向新聞局表達修法立場 反對新聞局企圖修改兩法 反對以法律形式 設立大官方式採的出版和視聽委員會 反對由官方制定新聞工作者受責 又認為將網絡媒體列入法律監管之列 還未是時候 其實在你坐任期間 我想在座很多行家都會覺得 其實是新聞自由和採訪權是倒退的 其實我們認為新聞局少一些對我們的干預 其實已經對我們最大的幫助了 不用再搞些其他事情了 好像20年前繼續分歧意見的時候 政府是怎樣處理 原來大家覺得時機未成熟 大家覺得時間未來 由於種種的問題 我們就會建議 既然是這樣我們遲些再談 另外新聞局也都拜訪澳門記者聯會 和英文報章澳門郵報 記聯希望新聞局給予充分時間 讓業界表達意見 而澳門郵報社長夏禮賢認為 現行出版法不少條文已經過時 有需要修改和更新條文 但卻不能夠限制新聞自由 又認為出版委員會的組成和權限問題複雜 加上本路有中文、澎文和英文三種媒體 各自對新聞有不同的理念 要成立強制性或政府認可 而且有法定權力的出版委員會並不可行 而新聞局就再三重申 政府對兩法修訂沒有既定立場 特區政府會不斷完善兩法 進一步保障本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並且要請您幫請進行 和英文貴系列 主要 法敦 報道 文貴系列 文貴系列